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她总是一副丧丧的模样 在一天她打算把我丢掉了 因为她认为我跟她一样都能适应一个人的生活 和外面的世界确实比家里还漂亮 我本以为和她的缘分就这样结束了 但又是在夕阳被揽成火红的一天 她还是将我给找回来了 也许正是因为她的善良 她收获到了自己的第一个闺蜜 她以为身为黑猫的我是不吉利的代表 可实际上正如她一样 我们都是有喜欢的人 岁月流失得很快 如今我已经老了 她也长大了 人的和猫的寿命本身就不一样 而从小时候的行影不离到如今 我们各自活在了各自的时间里 但是在相互交错的时间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彼此的存在 而她也到了独立的年纪 虽然她是女生 或是思想独立的女生 难道不是更苦一点吗 可是实际上 她是认为自己长大了 而妈妈从未改嫁 妈妈的青春不属于她 可是她不想妈妈的余生 都交给自己 所以她认为自己搬出去住 妈妈就会有想改嫁的念头 可两母女都不肯退让 她们在关于幸福这个问题上 进行了争吵 因为认为妈妈幸福 自己才会幸福 可妈妈何尝无事呢 最后两人闹得不欢二三 而我 依然只能看着她们情绪失控 而无法进行阻止 我能做的 就是在她们身边待着 默默地陪伴着她 最后妈妈还是熟了 她跟着闺蜜出门厨房 而全新的生活 似乎很糟糕 整个家乱糟糟的 连她都乱糟糟的 她被残酷的人类生活 险些打垮 她不知道该去哪里 不知道目标 在何方 她在面对所有年轻人 都需要独过的难题 该如何 去面对成人世界 她的痛苦 让我的心很究竟 住不吃 正如坚强 就是要从现在开始 她很努力 但还需要更努力 可是 我真的没有办法做什么 我又默默地陪伴她 而如今 我似乎也慢慢地做不到了 因为身体原因 我没有那么多的经历了 身边的人 也开始慢慢地在离开她 闺蜜找到了男朋友 决定搬出去自己住 她表面消息息 没有任何伤感 她虽然明知道天下 没有不散的演习 但是当人真的走之后 内心 总是难免会感到空虚 她每天清晨 都会准时期来给我做吃的 在白天的时候 她是那么地自信 那么地美丽 她总是 会把自己整理得干干净净 总是对我无比温柔 她 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 可是她每天都需要 独自面对 完美那残酷的世界 可到夜晚 就简单不同了 鞋子 还随意地冷放 兔子疲惫的身躯 连床 都懒得上了 我知道她很累 可是 我除了待她身边 我似乎什么 也做不了 但是 当这冰冷的黑夜过去之后 她的从容温柔 也会恢复到眼上 可这不过是强行的伪装罢了 当妈妈打电话来 让她回去的时候 她的倔强 让她不愿意就这样回去 她连洗澡的时候 都要练习 应聘词告 可不管她如何努力 似乎最后的结局 都不是她想要的 所有的痛苦 我都能切身体会 她拼命想爱上 才过了世界 可我早就喜欢 这样的她 又是冰冷的夜晚 她像是大猫一样 卷坐在床上 门口却来了 叫急的母亲 她不断地敲门 才看到她后 就会话不说地紧紧包着 实际上 是我故意按下了 家里的电话关节键 妈妈听到电话里 没有出声 便以为她出事了 好在一切 都不是太糟糕 孟女娘也在今晚 聊了很多 自从妈妈改嫁后 他们真的很少聊天了 可是在今天夜晚 我又看到了 他们那久闻的笑容 那时发生内心的笑声 打 已经没有问题了 她一定知道 这个世界永远 都有爱她的人 我的周身 都喊到着她的味道 我好困啊 忍不住 就闭上了眼睛 好像自己做了 一个很长的梦 我知道我的离开 她会很伤心 可是天下 没有不惨的夜行 这个残酷的世界 它必须坚强 世界在不断地转动 除了世界不断地流转 我们一定 会再一次相见 那一身干练的服装 铺上美丽的口红 留着一头乌黑的长发 我就知道 她根本不需要我代谢 片名 她和她的猫 感谢陪伴 感谢你在我的身边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很多人 在宰给猫咪狗狗吃的东西 用山珍海味来形容 也不为过 很多食物都得花费 大量的心力 看到人 都有食欲 可是却有人在评论区 吵横作者 有这个经历 为什么不去对待 怎样父母好呢 我很不能理解 这两者 有什么相关的吗 为什么他们就知道 作者 没有对父母好 很多人不理解 养宠物人的内心 其实 他们两者 能够在一起的时间 并不是一生 连我大多数的宠物 并没有那么长的生命 每一次的相遇 其实都是久别重逢 我们哪有可能 一辈子都依靠父母 父母也不可能 一辈子都很儿女 陪伴自己 所以我们迟早需要面对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而深夜 这个魔鬼 它足喜欢让人内心深处最糟糕的情绪 突然爆发 而进行挽救的人 说不定 就是你的宠物 这个世界的所有人 依然过多久了 他的思想 一定 会出现问题 也许很多人会说 这是电影 这是电影 但我相信 流浪猫泡泡之部 根据正式事件改编的故事 也许 就没有人可以反驳了吧 不知道视频前的你 对于宠物 是什么看法 不妨你说 我听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